一向拮据的美牙中了推销员的套路 居然花38万买下一套人偶 真是人傻钱多 这天小青放学回家 带回自己制作的夫妻人偶 为了得到美牙的夸奖 他还特意做了一对人妖娃娃和男人婆娃娃 美牙很是嫌弃 可小葵却对这玩意很感兴趣 见此美牙突然想到小葵即将第一次过女儿节 于是打算去买人偶当作礼物送给小葵 随后美牙带着两只神兽一起来到人偶专卖店 一进门店员就很大方地送上两杯茶水 见此美牙认为这里平时肯定赚了不少钱 像这种店绝对不可能打折 所以今天来这里只是参考一下价格而已 接着母子三人便开始四处闲逛 然而此时店里30年的销售老手已经锁定他们 小新赶到背后一丝发凉 转头一看顿时大下一条 没想到销售员一上来就憋出大招 直接给美牙推荐一套价值38万的人偶组合 美牙吃了一斤瞪大双眼 小新赶忙表示这玩意太大了家里摆不下 应该要买那种三层肥肉比较好 听到小新这番说辞 销售员备受打击可很快又重振期 开始她的绅士推销法 表示自己以前的身材堪比模特苗条又修长 可是第一次婚姻的老公是个坏男人 不但爱赌博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每天不工作还只知道喝酒 自己常年被虐待导致身体一落千丈 还被强迫出去工作挣钱 小新让她自己再编下去 销售员继续悲情地说到自己 由于精神压力巨大 所以每次心情不好就会用吃东西来发泄情绪 这时小新突然过来问候一旁的吃瓜二人在干嘛 两人赶忙解释他们只是随便聊聊一 小新当即表示要加入他们 销售员继续说到和老公离婚后 没想到又遇到一位愿意照顾她的男人 可结果那个人在三个月后就不幸去世了 幸好最后这家店提供自己上班的机会 而且今天还是孙子的出生日 自己连送贺礼的钱都没有 所以今天她一定得卖出人偶才行 接着还吐槽自己的儿子不孝顺 只听老婆的话不听自己的 还不如生个女儿好 然而事实是她连儿子都没有 看到大神每次都能编出不一样的悲惨绅士 这让一旁的两人惊呼不已 就这样美牙最后还是成功被忽悠了 决定要买下这套价值连城的人偶 小新吃了一惊 没想到平时拮据的妈妈居然舍得花大钱买下这碗衣 一旁的推销员很庆幸自己的悲惨绅士推销法又成功了 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用高价买下的人偶 美牙还在认为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于是决定再多摆上几天 可小新却担心摆太久小葵会跟松板老师一样嫁不出去 不过美牙觉得没关系 她希望小葵一直陪在自己身边